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川普政府已准备好要上调 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比例 北中贸易谈判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不确定性再度飙升 磋商时间比预期来得更长 或是全面爆发贸易战都不无可能 金融市场风神鹤唳 避嫌商品备受关注 投资人寻找避风港的同时 市场策略师也提供 可以适时机调整的交易策略 中方首席他们代表刘鹤 将在5月9日到10日访问华府 与美方进行第11轮经贸磋商 但有消息传出 美方对刘鹤这次访美 能有效让彼此谈判回到正轨 并不抱持太大期待 也就是说贸易谈判还是可能随时破裂 随着关税战升级 市场战战兢兢 高盛策略师因此提供了一些 可视时机调整的交易方式 综合聚恒网自由财经报道 由高盛首席股票策略师David Costing 率力的分析团队 建议投资人锁定服务型企业 原因在于这类族群较少受到贸易政策 包括报复性行动的影响 而且具备更强劲的企业基本面 可以帮助投资人远离关税掀起的高波动性 高盛预计服务型企业表现 将比那些提供消费品和硬提的商品型企业 例如苹果和嬌生来得更优秀 高盛团队进一步指出 服务型个股的国外投入成本较低 因此相对来说比较不会受到关税影响 而且因为非美国销售风险低于商品型企业 遭受潜在贸易暴富的影响也比较小 再加上服务型个股的销售和获利成长更快 毛利率更稳定 资产负债表更稳健 分析师们认为在服务部门中 软体、媒体娱乐、零售商和银行 可能是稳健的投资标的 高盛特别点名Google母公司Alphabet 微软和亚马逊都是投资首选 根据了解Alphabet的A类股价和C类股价 今年以来已分别上涨大约13% 微软涨幅则达到24% 亚马逊股价同期更上涨28% 而在服务型个股名单中 高盛特别挑选脸书、迪士尼、Netflix、华旗集团 万事达卡、斯科系统等中大型企业 商品型个股当中包括 辉达、联合技术、捍卫联合、百事公司等 都是高盛心中的首选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 高盛推荐的个股名单都分别或兼具三种特质 让这些股票能对贸易战免疫 分别是股息增长股 劳动力支出占成本较低 服务业务主力主要在美国国内 以股息增长股来说 高盛特别青睐通续产业 例如AT&T 因为即使市场动荡 这类企业营收还是能保持稳定 至于业务主力主要集中美国国内的产业 高盛认为相对于直接生产产品的企业 提供服务的企业对贸易战相对没有那么敏感 尤其是营收主力来自美国国内的企业 川普扬言假税后 美股连跌两天 臭重商股票多数集中在半导体 机械及农产类股 高盛策略师David Costing指出 美国企业70%营收来自国内 因此即使贸易战升级导致美股大跌 整体而言还是属于局部性的 部分企业其实不会受到影响 例如公用及电信事业等企业 突如其来的加税威胁撼动全球金融市场 中国A股六日更出现千股跌停的惨状 避险情绪迅速升温 黄金走势再度受瞩目 根据经济日报 富兰克林投顾分析 市场波动环境下 建议多引导资金转入美元 日元黄金等防御性产品 也可以增持防御性资产 包括具备高鼓励特性 内需导向的公用事业类股 宝德信全球资源经济经理人杨富翔指出 黄金是避险性资产 过去的次贷风暴 欧债危机 国际金价平均上涨超过10% 平均表现优于市场四成 建议在波动常态市场下 可以选择有黄金配置类型的基金 降低投资组合的波动度 不过现阶段市场环境 虽然有利金价 短线反弹 但还需注意到 黄金正处在淡季中断 从历史数据来看 每年3到6月 是黄金表现最平淡的一段时间 黄金在这段期间容易陷入震荡 同时美国联准会淡化降息预期 短线上档空间还是受限 提醒投资人在资产配置的同时 各种考量都需加以留意 我一直有一个念想 这个念想就是 怎么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私信 把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个呈现 不是像社交媒体 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不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 建不论丧事 弄自由 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又让他们的思想和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电视平台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 也因此得以增加 强烈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明镜 那我们现在 准备有这么一种新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